早安书店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是早晨在7点37分40秒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在每个礼拜四我们早起读书 跟大家一起来聊说 在台湾有哪些有意思的书籍或者是杂志 而在今天宛如就发现在台湾出了一本 这样子谈到追求生活品质生活美感的一份杂志 叫做理想生活志 这本杂志更有意思的是 它的创办人是27岁的小女生 王枕如 对只有27岁 所以我们要来聊聊说 这本杂志内容之外 也要谈谈创办人 他的一些想法 其实以前有句话说 你要害某个人 就让他去办本杂志 所以枕如是不是真的被害到了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 直接把理想生活志的创办人 王枕如请到节目的现场 枕如你早 早安 枕如你真的被害到了吗 其实也是自己想了一股冲动 所以是自己害自己 没有别人害你是你自己害自己 好 其实这整个过程还蛮有意思的 理想生活志在2013年8月的时候创刊 双月刊 每期发行2000册 这样子的杂志 先聊聊一开始 你为什么会想要害自己 那一开始的冲动是什么呢 其实我刚开始 我是从广电系毕业的 然后但是我对大三大四的时候 对网络产业非常有热情 尤其是新创的网络团队 所以我一毕业就投入了两份 就是有关于网络的新创工作 但是我在里面发现 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新创 就是也是在做网站的朋友 有些朋友是做穿搭类型的网站 有些人做旅行类型的网站 然后也有人做料理师铺 或音乐方面的 那我在第二结束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网站 那我也觉得说 大家不要再看雅虎收益了 所以就是觉得说 那我自己也是做网络行销企划 或是对 就是这方面的人才 然后也有人在这方面的 专业 然后我自己又非常喜欢策展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在第一份第二份工作里面 就是发现说我对策展 就是主题式的策展 把不同的东西放在 以不同的主题来 来把它规划进去的话 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把朋友的有趣的网络的内容 一起把它放在一起 那当时其实不局限于创 就是制作杂志 而是想说怎么样呈现他们的内容最好 一开始有想过网站 甚至开一家店或什么的 所以最后是觉得说 这些内容也许 不只放在网络上映出来 当作一个实体刊物会是很好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这些网站 最早其实是因为这些网站的朋友 实体刊物的这个运行出来 毕竟就会受到一些所谓的业绩的压力 包括广告 包括这个 应急的成本 怎么办呢 对 还有这个销售量 你怎么去克服这些难题 因为我比较冲动 所以一开始其实刚好 我爸爸有先知了资金 然后我走上有一点积蓄 所以其实没有想太多 就创办了第一集 对 然后刚开始 因为刚好也报到了一个 很喜欢的就是音乐节 然后是第一次白弹 然后其实是八月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就赶 就是赶供应制 然后就在市集当天的早上 就是杂志才送来 就是非常赶 火销屁股了 对不对 然后在现场摆摊的接受度的状况怎么样 对啊 当初因为我是用 当初现在目前是用海报 跟一本册子的形式 那最早其实我是做明信片的形式 那明信片摆摊 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张 一张卡片就是一个传栏 主要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 读者回去看完也可以收藏 然后也引导到 到网络上 就是去看更多的内容 但是其实明信片的接受度不高 因为大家都觉得走过去就说 嗯 这摊只是卖明信片的 然后 对 然后再加上说杂志其实在 市集其实接受度不高 因为大家需要 比较长时间小话 才能比较知道这本杂志的理念跟内容 嗯 所以一开始遇到了一点挫折 对不对 是错 但是 改版了两次 对 改版之后 你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七期了 所以 我想一开始挫折并没有达到你 你没有觉得说 摆摊接受度状况不是很理想 就觉得啊 算了 没有 是什么原因 你坚持下去 头都洗下去 然后也一直觉得说 嗯 这个 这些网站之内容是不错的 也许我只是评试错了 还是想试试看 是 因为你看到了实质的内容 你觉得这些内容是值得跟所有的人分享的 没错 嗯 提到了内容 这我们就要请你来介绍 已经杂志发行了七期了 七期来 大致上内容大概包括哪些呢 我们都是 刚开始的七期 我们都是 就是专注于一个 每一期的封面人物 就是会找一个 我们认为的理想女孩 她正在实现她的理想生活的女孩 然后就访问她的追梦的故事 一些心路历程 还有她推荐的一些生活方式 比如说她喜欢的 传达 喜欢的音乐 喜欢的料理 旅行 等等的 哦 所以一期杂志里面只介绍一位女生吗 是这样子吗 对 主要是一位女生 对 然后是不同行业的女生 对 有舞台剧的演员 也有独立乐团 就是那种无人胜独立乐团的bass 然后也有茶花家 也有布洛克 就是不同类型 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他们不同的追梦故事 然后也可以看看 不同 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是给大家一些灵感跟勇气 而且都是女性吗 就是主角 为什么呢 好有意思啊 其实一开始没有很限定是女生 只是因为就是一开始的采访 就是对象都是锁定在自己喜欢的偶像 所以一个一个跌下去 就发现几乎都是女生 那后来因为也是希望把杂志定位 比较明确的定位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说好 那就以女孩的人物跟生活为主 你什么时候要来报道我们的张婉如小说 可是我生活没有什么质感 不符合这本杂志的需求 因为新闻工作实在是没有质感可验 其实整如真的蛮有意思 这样的一本杂志 让大家看到在台湾很努力 然后在一个小地方发光发热 但是却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一些女性的故事 对啊 就会特别去找一些在某领域 可能少有名气的人 会不希望说找一个太知名的人 虽然他们可能可以带杂志的销量 但是会觉得说 那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人物可能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就是他的梦想的路已经前进到太大断 没有办法追上 那我们现在找的这些人 其实你仔细看他的故事 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点 就是说他们非常执着 或者非常勇敢 或者非常天真 执着勇敢跟天真 因为执着跟勇敢 这是一个理性 再来天真浪漫这一块 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Dreamy理想生活杂志的创办人 王整如 整如他创办了这个杂志 那么发行了七期了 虽然经过了两次的改版 但是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充实 同时更重要的是 这本杂志的介绍的内容 跟一般市面上的杂志的区隔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们好高兴能够看到这样一本杂志 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整如在最新一期 你报道了什么样的故事 是不是也趁这个时候 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最新一期我采访了一位花式艺术家 那台湾市集里面做花式的其实不少 但是专注于做花式创作 然后又同时有一些艺术展览的性质的 创作者其实不多 你讲解释一下花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含有花朵成分的装饰品 例如什么 是发夹项链 还是摆饰品 都有 都有 只要跟花有关 对 不管是干燥花还是人造花 或是真的花 就是各种附和媒材 就是以花为主 是 那这个花式设计师 他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比较跟 说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作品非常的 可能说可以说是起立或可爱 甚至有时候会有带点忧郁的感觉之外 我对他的 就是采访他的过程内容非常印象深刻 他其实不是本科系的学生 但是他这样 就是一心想要进设计业 所以他就是非常努力执着 在先进了一个布料的公司 就是 新销 反正就是一个 比较苦闷的工作 好像采购类的 然后接着他有了这个资历之后 他才进一个流行服务室里面当企划 然后因为他想要 每天可以看这两杂志 然后后来发现说 自己也喜欢所做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才就变成专业 我对他的这个 这份毅力非常非常佩服 就是他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呢 这一连串的过程可能是 离他的目标是有点距离 甚至整个工作状况有点辛苦的 但是 对对对 是他慢慢的达成他的目标 对就像你说 勇敢执着 最后还是要有点天真 对不对 像这样子的个案 其实他们在生活中 一定遭遇了一些困难 对不对 那去化解这些困难 变成他们每天也许生活 都要面对的这个很重要的课题 假定说对应在到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 像我们杂志最主要可以见到 就是很沉重的印刷费 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实际的解决方式 就是先去找打工 就是一方面去坚持 去找一些网络的企划 或是携手的案子 因为其实拉广告 是一个很两难的困难 一方面我们的人力不够 然后二方面就是 因为广告通常都是要流量 或是阅读量发行量很大 或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媒体 它才会容易拉得到广告 所以广告其实我们没有 不希望花太多力气 去做广告这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也有找过赞助 就是那种金源 投资等等 但是也是还是不顺利 因为那些投资人 都会一直问你说 你的获利模式在哪里 那你的独特点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赚钱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两方面 是蛮挫折的 所以最后就是 因为最实际的困难就是钱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个募资计划 群众募资计划在折折 嗯哼 嗯对 然后就是目前希望 就是把这个球 丢给我们的读者 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们 对因为这是 嗯 这是我们能不能存活下去的关键 哦 这个钱是关键 真的 当投资者问你说 那你什么时候赚钱 你怎么说呢 你可以跟他说 我赚杂志是为了理想 不是为了赚钱 你可以这样子回答吗 那这方有什么反应 投资人不喜欢听这种答案 对 但是我觉得听你一开始创办的过程 其实是充满着理想跟创意 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种 这种细微的心思 可是这不是商业界所能够理解的 对所以就特别的辛苦 对我们刚刚听到枕如说 他为了因这个杂志能够存活下去 自己还要接一些案子 还要去打工 嗯 哇 辛苦耶 志平因为看到现在台湾年轻人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可是你知道吗 宛如 我从枕如身上看到了一个 非常可贵的现象 就是说没有错 也许大家都会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也许赚的钱不多 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 也许都会抱怨吧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样 枕如这样的个案 就是说没有错 我虽然钱赚的少 但是我是在为自己的理想 去奋发去努力 呃 我想尽了办法 希望在我 趁我还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理想 能够实现 而我的理想就是办杂志 我希望我传达的理念 对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 他们看了以后会受到影响 有好的影响以后 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 所谓的改善 不是说什么增加你的收入 不是哦 也许你想想看 你的生活 每天是过的是浑浑噩噩啊 怎么样能过得有意义 这就是一种改善的意义哦 是 所以等于你身周围的年轻人 跟你一样二十多岁的 有没有人就说 哎呀我不要那么辛苦 我干脆 其实找一家公司哦 有稳定的薪水进账 这过一个自己小屈性的生活呢 嗯还是有蛮多就是这样的朋友 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 就是他他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看你要怎么选择 是 我我还有听说一个中立的 呃也是独立书店卖二手书的 他为了老板为了就是让店进一下去 他就是去开地点车 就是觉得非常的佩服 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是 你看台湾什么人都有啊 是 有意思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比如在昨天开始啊 其实你有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理想生活实验室的开张啊 这个实验室来跟我们聊一聊 地点就是在台北大学旁边 对不对 也是个学区 嗯 是是是 其实因为我本身就住在这边 嗯 然后刚好因为看到 看到一个不错的 然后呃 本身装潢也差不多的点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 诶那应该把握一下机会 就是 其实初衷是因为 呃刚才提到 其实市集非常难推广 就是杂志这一块 嗯 因为市集没有办法安静的阅读 所以那时候 所以才会兴起一个想要 呃开一家店 然后让人家慢慢 慢慢就是 看我们的杂志的念头 嗯对 所以一开幕昨天 呃有什么样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可以吸引读者进去呢 呃 美食创作 比如说做果酱的 做呃 茶叶的 然后或者 或者是做甜点的 把它搭配起来 就是做一些 新时尚的套餐 就是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边 五茶 然后一边看杂志 然后也看看杂志里面介绍的 那些商品 作品 真实的触感 这样子 嗯 嗯 不过我现在听你这样子讲 有实体的店面 我又开始有点担心了 因为你还有电租的问题啊 是 那这一块也要 接下来 你要去客服的哦 没错 就是 每天都 好好好精算一下 能不能把下一个月的电租 赚回来 对 是 这个有理想 又天真浪漫的 正如 这个我们很期待 这个杂志可以持续下去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呼吁 很多我们收益机旁边的 或者是电脑旁边的 这个听众啊 嗯 如果你听到这则讯息的话 其实你可以好好来 寻找这一本杂志 理想生活志啊 嗯 他的专办人 王整如 今天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在在线上 跟大家聊一聊 这本杂志 整如 这个 这个沮丧的时候 千万想想自己的理想哦 对不对 谢谢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看到这个理想生活志 又有一点可爱 浪漫 又有一点叛逆的杂志哦 谢谢 整如今天一早跟我们的联系 谢谢 谢谢 谢谢